哈喽大家好 我是尼玉 顶级外设一直是大家用来调侃达尔优的一个外号 但达尔优在去年一年里不断的提升自己 在2021年里进行了很多次产品上新的探索 在大厂止步前 甚至在用减法来当进步的时候 达尔优的KBS技术已经从年初的第二代迭代更新到了第三代 自主轴系列也在大半年里更新了三代 前段时间达尔优的高端系列 也就是A加系列 发布了新的旗舰产品 分别是新的鼠标A900和键盘A98 很多人也在后台问我这两款产品到底怎么样 那么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顶级外设的这两款新的旗舰级产品吧 首先是鼠标 我拿到的是皓越白的配色 从外包装上看 确实有了高端的感觉 外包装是黑色主题的 正面用黑色亮面线条勾勒出了鼠标的样子 左边用紫色为底色 金色烫金字体写了产品的型号A900 并且也标注了这款鼠标是支持三摸连接的 包装的侧面也介绍了鼠标最大的两个优势 第三代KBS按键横力系统 以在外部不打孔的情况下 重量控制在了77克 拿掉最外层的包装以后 内部包装运用烫银工艺印刷了达尔油A加系列的logo 以及下面就是个性范儿的slogan 接着打开包装 直接放置的就是鼠标本体 鼠标下面是数据线和附带的配件以及说明书 配件包括达尔油logo贴纸 替换脚贴 一套防滑贴和一张鼠标的名片 名片正面是鼠标的外形图 下面标注了第三代KBS按键技术 表明了传感器为PAW3370 反面则介绍了鼠标的无线连接方法 这就是A900包装内的全部东西 其实现在很少有鼠标把包装做的这么好了 拆鼠标包装愣是有了拆手机包装那种仪式感 然后是键盘 外包装是银白色的主题 正面标注Industry代表我拿到的这个是工业灰配色的版本 轴体是天空轴V3 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三款配色的包装 都是单独设计的 这点还是很用心的 至少比某些品牌全系一个包装 给人的印象要强上不少 取出那包装 很简单的用烫金工艺印刷了达尔油A加系列的logo 倒是没有像鼠票一样来句slogan什么的 打开了包装就可以看到键盘的本体 键盘的配件一共有一个数据线 几个人生化工艺的个性键帽 以及一个防尘罩 包装里还有说明书 一张键盘的名片 以及一张轴体的数据图 名片正面是A98的外观图 下面写着键盘的特点 三摩 全键热插拔 锂电池供电 反面介绍了键盘的无线连接模式 和常用的按键说明 至于轴体的数据图 一面是天空V3的数据图 一面是紫禁V3的数据图 详细的介绍了轴体的特点和数据 从达尔油的两款新品的包装可以看出来 达尔油对这两款产品还是非常重视的 至少对于实现顶级外设的大业 还是非常关心的 但至于顶级外设 能不能成为真正的顶级外设 光看包装肯定是不行 毕竟我们买的还是产品本身 所以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 这两款产品是否真的名副其实吧 这个鼠标我拿到手的第一感觉 就是好像冰爆的那个Cumpra Air 不仅是外观像 就像上手的第一感觉也像 但仔细感受还是不同的 首先A900是对称鼠标 而Cumpra Air是右手人体工学鼠标 但为什么我会觉得握感也很像呢 我经过观察 个人认为是两款鼠标的 屁股的高度和形状都很合适 然后两侧的收腰设计 都比较符合我个人的抓捕习惯导致的 而且A900的涂层手感也非常不错 有冰爆AW涂层那味儿了 但是两款鼠标的细节 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只是屁股有相似之处而已 A900的重量 官方的宣称是77克 实测的话不带2.4G接收器为74克 这个重量对于不打孔设计的鼠标来说 可以说是非常优秀了 鼠标底部有电源开关 2.4G和蓝牙的切换按键 切换按键旁边有一个无线连接指示灯 显示为绿色的话是2.4G连接 显示为蓝色的话是蓝牙连接 另外还有一个DPI切换按键 2.4G模式下 连接有5个档位切换 默认DPI档位分别为400 800 1600 3200 6400 蓝牙模式下有3个档位切换 默认DPI切换档位分别为800 1200 1600 都是打游戏比较常用的档位 然后是很多人关心的鼠标性能方面 A900搭配的是原像PAW3370传感器 最高支持19000dpi 以及8400的IPS追踪速度 还有50G的加速度 PAW3370是目前仅次于PAW3399传感器的存在 但是考虑到3399只有雷蛇能用 所以说它用的是市面上最顶级的传感器也不为过 接下来看一下这款鼠标的实测 有人觉得这款鼠标的传感器位置太靠前了 使得在滑动鼠标的时候 会让传感器滑出更远的一个距离 导致手感上的变形 这个观点我并不反对 但是我的看法是传感器是否靠前 不能只通过传感器在底部的位置来判断 更要通过模具的设计 和个人握持鼠标的姿势来决定 就拿我目前自用的海盗城 Saber无线版来对比 这款鼠标单看底面来说 传感器也确实非常靠前 但是为什么我用下来 却没什么奇怪的感觉 因为Saber无线的模具 在我自己的握持姿势下滑动的时候 传感器的位置还是在我的手的正下方的 但是A900稍微有点不一样 A900的模具在我手中使用时 滑动传感器的位置确实是有点靠前了 这里我自己总结一个判断传感器位置 是否过于靠前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我自己想到的 所以并不一定绝对正确 那就是通过侧键的位置来判断 因为大拇指就放在侧键的下边 如果鼠标的侧键位置没有问题的话 那么传感器的位置 应该在两个侧键中间附近的位置 如果偏离这个位置比较远 就可以判断为传感器的位置 有偏离或者靠前或者靠后 当然这个方法是我个人用来判断的依据 所以并不具备绝对的客观参考性 鼠标的左右主件 是达尔优的5000万次定制微动 环朵代工的 两个侧键和滚轮的按键都是环朵的红点微动 手感按起来感觉还不错 但是这个侧键因为大小不太一样 导致按起来手感也不一样 前面的侧键比较小 按起来比较硬 后面的侧键因为比较大 按起来比较软 一般来说外市厂家会说 这是为了实现侧键手感差异防止误触 但对鼠标侧键手感有一致性需求的用户来说 就会感到有所不适 然后再来说一下达尔优这个第三代KBS按键技术 和第二代KBS相比最大的创新 就是增加了一个转轴连杆 带来的好处就是按压手感一致性非常好 你不管按压在哪一个地方 手感都是一样的 这种按键设计我是真的很喜欢 而且因为它是按键直触的设计 所以没有空间程的问题 按起来非常舒服 滚轮使用的是TTC的编码器 手感非常棒 刻度感有但不是非常重 像我这种打游戏 经常需要滚动滚轮的人来说 用起来很舒服 而且不会累手 数用一个多月也没有出现过滚轮空转或者回退的毛病 最后再提一下A900还有一个卖点 就是支持5V1A的快充 但是有给这个卖点用的宣传语 是充电15分钟基站168小时 这个5W的快充的宣传语 总觉得内含了某个手机品牌 接着来了解一下A98这把键盘 键盘拿到手的第一感觉 颜值是真的不错 打开以后一看灯效 RGB效果也很好 不过等等 左上角这个小屏幕 这个从我的审美来看 是真的挺影响这把键盘的整体颜值的 好在是通过长按out加int键三秒 是可以关掉它的这块屏幕的 这么好看的键盘 为什么非要放这么一块屏幕呢 还是红色的灯 看起来就像电源里的定人炸弹一样 如果真的想要放一个电量指示的话 可以尝试换成白色并且放在侧面 那样的话应该就没这么突兀了 虽然这把键盘的名字叫A98 但是为了规避98配列的专利 所以把右侧的out键取消了 所以实际上是97键 至于少一个按键 颜值是否受到影响 我觉得是还好 看惯了很多98配列键盘以后 再看这个感觉还是有点心意的 而且右out键的使用频率似乎也不大 不知道会不会有群体经常用到这个按键 有的话弹幕说一下 键盘是支持三摸连接的 无线的开关在左侧 上波就是2.4G 下波就是蓝牙 键盘也有做2.4G接收器的收纳仓 收纳仓放在右边 键盘的电池是4000毫安时的 悬崖能力还行 充满电不开灯效 用个两周也能扛得住 键盘采用的是二色成型工艺的PPT键盘 键盘高度是OEM高度 颜值和手感倒是不错 就是水口控制的一般 键盘上的键盘 遮光性倒是还行 但是送的替补键盘 遮光性就稍微逊色一点 轴体采用的是达耳油定制的轴体 天空轴V3 素质相比前两代来说 可以说有了质的提升 半年就得带三次了 可以看出达耳油确实一直在改进 属于轻压力的线性轴 由华诺代工 触发压力40g 不是加长弹簧 但我感觉就是加长了 也没完全加长 它比普通的弹簧确实要长一点 但比其他家的加长弹簧又要短 这款轴体的稳定性非常的好 晃动幅度也非常小 出场自带肝膜润滑 声音也比较好听 给你们放一个和快银以及金粉的对比 拆下了一个天空V3之后发现 其实天空V3是有比较明显的弹簧音的 而且拿在手上按动的话 甚至可以感受到弹簧回弹的时候发出的震动 好在A98采用的是PC定位板加Gasket结构 而且能给的棉基本上都给了 又软又消音 所以在使用过程中 真的是一点弹簧音也都听不到 但如果你真的打算自己购买天空V3 客制化的话 就要注意一下这个弹簧音的问题 大件的素质也不错 10分满分的话给一个7.5分 卫星轴没有减小角 所以会有点肉 好在Gasket加PC定位板设计本身就偏肉 所以感知也不算很强烈 综合来说 作为轻压力线性轴和金粉对标 素质也旗鼓相当 然后就是套件 A98最大的亮点就是使用了类Gasket结构 Gasket结构是目前刻字化键盘最火的结构之一 定位板和底壳不用刚性接触去固定 而是依靠电片和上下盖 将定位板固定住 这样的设计 使得键盘在按压的时候 手感一致性很好 而且更能消除杂音 手感也更软弹 但是手感这一点 影响其实还是要看具体的设计 比如电片的软硬度 以及定位板的刚性和柔韧度 所以对于产品公差要求很高 而且即使都是Gasket结构 因为电片和定位板的不一样 手感的表现也会不同 再说了 能在手感上起决定性作用吗 其实还是轴体本身 不过Gasket的最大的优势 就是声音会更加好听 这个算是毋庸置疑的 A98的设计是在定位板的边缘套一圈硅胶 来和底壳以上盖进行接触 定位板采用的是PC定位板 定位板和PCB板直接靠螺丝来固定 中间是靠硅胶加线带来控制间距的 然后顶壳里还有一张硅胶垫 可以更好的消除空腔音 但因为PCB板底下有一张硅胶垫 加上PC定位板是有韧性的 所以按压的时候 PCB板会被硅胶垫拖住 防止过度变形 这点设计算是有得有失吧 好处就是轴体的声音更加纯粹了 坏处就是按压的时候不会很软弹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软弹一点的手感的 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一下 Gasket结构并不适合用来打游戏 因为长时间大力按压手会比较累 就拿A98举例来说吧 虽然轴体使用的是轻压力的线性轴 但是你在按压的时候 你不仅要克服轴体弹簧回弹的力 还要克服PCB板上的硅胶套的弹力 还要克服PC定位板产生形变的弹力 以及PCB在接触到硅胶垫时 硅胶垫的弹力 这些力加起来以后 在长时间的使用下手指会非常累 有一种你一直在欧拉欧拉欧拉 然后打在棉花上的感觉 现在来看看鼠标和键盘的驱动 达耳油这个驱动说实话有点太过于传统了 而且鼠标和键盘的驱动都要单独下 功能上倒是该有的都有 如果能把A家系列的驱动集成到一个软件里 并且把UI界面设计一下 我觉得会更好 最后总结一下达耳油这两款产品 首先鼠标和键盘的包装确实很不错 可以看得出来达耳油是有冲击高端的心意的 先说说A900这款鼠标 优点肯定是多余不足的 KBS技术保持了手感的一致性 还是按键直触 没有空间程的可能 微动手感也不错 传感器也给了目前最好的3370 重量控制的也很好 还支持三摩连接 但依然还有改进的空间 前侧键的位置略微靠前 而且比较短 我玩永久无间 习惯用前侧键快速震刀就需要适应 而且鼠标整体没有灯效 这点算是优点还是缺点 就要各位自己来定多了 A98这把键盘的话 非常非常非常不错 可能稍待主观的说 我觉得A98可以说是 目前量产GASK的结构键盘里面 表现最好的吧 大剑出色 剑帽良好 轴体表现给我很大惊喜 天空V3的表现 是可以直到2块5一颗的 算是TTC金粉的竞争对手 从这两款产品可以看出来 达尔优的顶级外设之路 算是越来越上道了 而且达尔优这一年的努力 也确实表现出很快的进步速度 虽然还不够完美 但至少它在倾听用户的意见 往好的方向去改变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 差不多就该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给我一个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